伊索比亚总理逃过手流弹攻击一死156伤 伊索比亚总理阿比阿迈德今天在一场大规模集会上逃过手流弹攻击 但支持他推动机进政经改革的大型集会预袭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和156人受伤 其中八人性命垂危 阿比上任头三个月显示他将带领人口一亿的伊索比亚迈向对外在世界开放 爆炸发生后保镖迅速护送阿比离去 曾从军的阿比说造成一死亡百伤的这起攻击是意图分裂国家 警方表示六名嫌犯被捕但未交代详情 国营媒体报导称 有九名警官因安全疏失遭拘押 包括首都阿迪斯阿贝巴 阿迪斯阿贝巴 警察局副局常在内 四月就职的阿比誓言让政府更透明以及促进全国和解 国家自2015年以来一直遭示威抗疫撕裂 阿比对其聚首都是中心梅斯克广场 Mesco Square 的成千上万群中阶数演说后 随即发生攻击事件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 持一枚手流弹的一名攻击者被警方压制在地面上 随后发生爆炸 另一名目击者陷到阿比被保镖护送离去 卫生部长爱密尔阿曼 Amyr Amon 发推文表示 截至档的晚见九十 有一人死亡和156人受伤 其中八人性命垂危 感谢观看